还有几天 华为Mate 10将在全球亮相 今天上午 于承东继续在微博预热Mate 10 号称Mate 10可以月万千物 力事监视 华为似乎在强调平占比的优势 结合目前所有信息 Mate 10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了 前卫的撞色设计语言 后置竖牌三代莱卡双摄 背部指纹 至于保湿捷板 华为有望用上皮质后壳 质感满满 虽然5.8英寸的F1 F1X还没有上市开卖 但设计师们一点也没有闲着 今天国外媒体分享了 F1X Plus的渲染概念 屏幕升级到了6.4英寸 虽说目前仅仅是想象图 但消息称 苹果明年准备的就是两块OLED屏幕 所以2018年苹果发布会新屏预览 大家欣赏一下吧 今天华为荣耀在印度发布了荣耀9i新机 最大亮点是采用了18.9全面屏的设计语言 配置方面 5.9英寸显示屏 2.5D玻璃 麒麟659处理器 4GB内存 前置摄像头采用1300万像素主摄像头 加200万像素虚化镜头 该机售价约合人民币1800元 看起来荣耀9i和欧版的Mate 10 Lite一样 都基于国内卖网6打造 今天知名巴勞大神放出了黑莓防水新机的渲染图 如图所示 这款新机摒弃了全键盘设计 仅在屏幕下方保留了一颗带logo的Home键 支持指纹识别 大声表示 这款黑莓新机的亮点是防水 这也是黑莓首款防水手机 此外 该机运行安卓系统保留了3.5毫米耳机孔 据悉该机将于本月发布 下集中的电影 下集中的电影